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错过就意味着永远的遗憾 然而这一切都是黄宗泽的本性实案 只能怪他太风流 1980年黄宗泽出生在一个香港的普通人家 从小父母的离异 黄宗泽自幼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多年来母亲一人来维持这个家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黄宗泽也激怒母亲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黄宗泽一直在寻找一个赚钱的机会 可能上天连见这个男孩的一片孝心 在黄宗泽中学的时候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外形条件不错的黄宗泽被星探发现 年仅18岁的黄宗泽 凭借于张博之拍摄的一则柠檬茶的广告 正式进入了娱乐圈 第一次赚到钱的黄宗泽很开心 可他不知道的是 有一个更大的惊喜会降临在他的身上 当时香港最有实力的电视台是TVB 因为看到了黄宗泽在广告上的精彩表现 TVB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帅气的男孩 TVB对于黄宗泽来说就像梦一样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步登天 正在他欢呼雀跃之时 现实狠狠地泼了他一头冷水 不是所有进入TVB的人都能成明星大红大紫 作为新人的黄宗泽 只做了一个小节目的主持人 黄宗泽没有丝毫的主持经验 经常在节目上磕磕巴巴 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 茫茫碌碌了两年却一无所成 这期间黄宗泽一度没有了信心 甚至好几次都有放弃的念头 可好在他都坚持了下来 这段难熬的日子过去之后 黄宗泽终于有了出头之日 2003年《冲上云霄》成为了当时大热的电视剧 黄宗泽饰演的小配绝细里豪 靠着帅气的外形 让无数观众印象深刻 TVB敏锐地看到了黄宗泽的商机 于是马不停蹄地为他安排了两部男主剧 一部是《我师父是黄飞红》 而另一部就是让他大红大紫的《我的野蛮婆婆》 也是因为《我的野蛮婆婆》这部剧 黄宗泽和胡信尔因戏生情 开始了八年的相爱相杀 当时为了追求胡信尔 黄宗泽费了很大的力气 一边是为胡信尔做司机 一边是甜言蜜语的送礼物 黄宗泽曾为胡信尔编写600条情话短信 在如此猛烈的追求下 胡信尔的心慢慢被俘虏 其实胡信尔并不是黄宗泽的初恋 在进入演艺圈之前 他就有着一个明星女友真永山 当时黄宗泽还没有进入这个圈子 是个无名之辈 而真永山已经小有名气 因此黄宗泽落了个软饭男称号 黄宗泽在TVB进渐走红 黄宗泽便另秘新欢 于是传出了与胡信尔的恋情 当时香港媒体发布 黄宗泽和胡信尔在一起的消息时 很多观众表示无法接受 因为此时的黄宗泽已经今非昔比 我的野蛮婆婆的大火 让他斩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 胡信尔虽然被称为TVB的五朵小花之一 但外界对他容貌的攻击一场猛烈 很多人甚至将他称为最丑港姐 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这段恋情 觉得不出几个月 两人就会分道扬镳 胡信尔每天都活在恶评之下 看着网络上那些攻击的话 他心痛不已 他是真心喜欢黄宗泽 可这样的真心似乎显得有些狼狈 于是胡信尔和黄宗泽商量 等到他拿到事后之后 两人再正式公开恋情 黄宗泽表示尊重胡信尔 同意了他的想法 就这样胡信尔有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拿到事后 光明正大的站在大众面前 宣布自己是黄宗泽的女友 然而胡信尔一直没有等到这一天 不是因为他没有拿事后 而是黄宗泽本就是一个情长浪子 两人交往中 黄宗泽还是不断有花边新闻传出 两人交往的第二年 黄宗泽就和TVB五朵金花 另一朵陈法拉传出绯闻 由于陈法拉拒绝做第三者 两人的关系很快就不了了之 但黄宗泽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 反而变本加厉地开始了他的烈焰之路 2008年 黄宗泽对美女倪晨曦大胆施爱 虽然倪晨曦在娱乐圈里并没有什么名气 但是倪晨曦的美貌和身材却是一流 这样的美女立即就信了黄宗泽的注意 她对倪晨曦主动出击 面对黄宗泽的示爱 倪晨曦起初装着并不知情 直到媒体曝光两人的亲密照 她只好说黄宗泽对每个人都好好啊 很明显倪晨曦早已看透 黄宗泽就是个中央空调 很快两人便分道扬镳 2010年 黄宗泽与大美女梁晨曦合作了一部摘星之旅 不仅戏内的两人是甜蜜的情侣 戏外两人也是暧昧不断 经常以老公老婆称呼彼此 就算两人如此亲密 可那又如何呢 黄宗泽不可能为了一朵鲜花放弃整个森林 她的风流成性已经刻在了她的骨子里 2011年 黄宗泽的事业达到了巅峰 她靠着潜行举激里黑社会大佬婆扣大获成功 而她和徐子山的CP组合也让很多观众喜欢 剧中的他们热吻不断 而剧外两人明显也是动了感情 经常一起出入夜店 在那段时间里面 两人形影不离 可谓是如胶似漆 而这一年也是胡信儿事业的巅峰 她凭借着怒火街头和万皇之王 夺得万千新徽颁奖典礼最佳女主角奖 她终于实现了自己当初的目标 于是在颁奖晚会的现场 她公开了自己和黄宗泽的恋情 并且隔空喊话黄宗泽 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很难顶 但你也有很多缺点 你也很难顶 我希望以后我们一路顶住 这段话也算是作为正牌女友 对之前黄宗泽的花心做了回应 过去的一切都已经翻篇 让我们重新开始 只要我们相爱 只要爱还在 一切都不是问题 正是公开恋情之后的两人 相处模式也是格外甜蜜 还一起拍摄婚纱照 曾经不被看好的那群人 如今也开始祝福他们 似乎一切都在走上正轨 相爱六年的他们 只剩一场浪漫的求婚 一场婚礼足以弥补 这六年来胡锦儿受到的伤害 已经而立之年的胡锦儿 无比渴望穿上漂亮的婚纱 和自己心爱的人走向婚姻的殿堂 可他也知道黄宗泽还不想结婚 没关系再等等 总有一天他想结婚 而那时自己一定是女主角 可胡锦儿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感动自己 黄宗泽并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 在拍面包树上的女人时 黄宗泽又和柳妍闹出了一段绯闻 这些花边新闻 胡锦儿看了之后还是选择了原谅 并为自家男友说好话 他的忍让让黄宗泽变本加厉 2012年一个寻常日子里 胡锦儿家的门铃响了 原本以为是朋友的拜访 谁能想到来的人是黄宗泽外面的女人 他来到胡锦儿的家里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挑衅 外面的女人来到了正牌女友家里 还可以那么的嚣张 这让胡锦儿看清了这段感情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不论自己等黄宗泽8年 18年还是28年 他永远不会和自己结婚 他喜欢的不过是新鲜感 自己对他来说早就已经腻了 这一次胡锦儿和黄宗泽彻底分手了 两人8年的感情最终化为泡影 分手的胡锦儿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坚强 提起黄宗泽他还是会哭 还是会难受 那段时间对于胡锦儿来说是一种煎熬 可他还是一个人硬生生的挺了过去 而黄宗泽对于胡锦儿提出的分手不以为然 依旧在外面艳遇不断 在与胡锦儿分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黄宗泽被拍到和一个名叫杨忠的模特 当街互喂饼干举止亲密 事后黄宗泽并没有否定这段恋情 可三个月之后两人也很快就分手了 从这之后 黄宗泽再也没有公开承认过任何人为自己的女友 但是他的身边始终不缺绯闻女友 而且对嫩魔情有独钟 2016年黄宗泽和日级模特正同居 过了两年之后 他又和模特陈嘉恒在一起 他们之间的故事更具有戏剧性 黄宗泽和陈嘉恒属于秘密恋爱 但是黄宗泽身边的朋友都知道陈嘉恒 这让女生以为自己是独特的存在 于是对黄宗泽的喜欢又多了几分 可有一天 一位名叫张莎莎的女人找上门 表示自己才是黄宗泽的女友 而且他们已经谈了四年 陈嘉恒这才明白自己被骗了 于是马上和黄宗泽一刀两断 如今40岁的黄宗泽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女友 更不要说有一个家了 最近他又和号称网红界的天花板翁小军传出暧昧 翁小军是香港一家珠宝公司的 虽然他已经离过婚 而且还有一个孩子 但是他今年仅仅27岁 比黄宗泽小了17岁 他在社交平台上面 对黄宗泽的称呼很是暧昧 很多网友朝着恋情的方向去想 而黄宗泽也是回应说翁小军只是自己朋友的朋友 如今的TVB已经巅峰不在 而黄宗泽的人气也不似之前 虽然目前的他还是有戏可拍 但观众们明显对他的关注度少了很多 提起黄宗泽这个名字 似乎能想起来的就是胡信尔和他复杂的情史 40岁的他始终一人 这让很多观众表示疑惑 黄宗泽身边从来不缺女人 为何他不愿意结婚呢 在之前的一个采访里面 黄宗泽就说因为自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所以他觉得婚姻不是第一位的 只要两个人相处开心就好了 因为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所以他对于婚姻是很抗拒的 他无法从婚姻中寻找到幸福 所以他不愿意进入婚姻 就算是在爱的人也无法改变他固有的观念 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两人相爱了八年 胡信尔却迟迟等不来求婚 因为黄宗泽从始至终就没有想过结婚 两个人的心始终背道而驰 这让他们如何继续走下去 再加上黄宗泽身性风流 无法忠于一个伴侣 他喜欢追逐刺激 喜欢新鲜感 可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会有保质期 感情同样也不例外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